这个男人猝死之后浑穿大堂 本想做个懒散王爷逍遥快活 却没想到阴差阳错取了五妹娘 从此走上了大堂的装备之路 殿下 妹娘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丁 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 五妹娘的好感度提升到100 奖励宿主生命30天 怎么才奖励30天 丁 宿主可选择放弃奖励 妹娘放心 本王日后定会善待于你 嗯 妹娘能嫁给殿下已经心满意足了 只要殿下日后好好可爱妹娘 妹娘别无他求 嗯 也罢 妹娘看似身体有些不适 不如先休养几天 龙大 这长安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长安城好玩的地方可就多了 不知道殿下是要白天玩还是晚上玩 嗯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大着呢 哦 那就去最校楼 最校楼共有三层 第一层是决斗场 第二层是梭哈场 第三层是VIP场所 殿下 我们到了 嗯 这才是穿越者该有的样子 嗯 是谁如此狠心 这么漂亮的姑娘 为什么关在笼子里 殿下可别小看了这个帆女 她已经连胜十次场了 可谓极其危险 卧槽 这么牛批 雷特森 恩西特们 比赛正式开始 殿下瞧见了吧 她这还是饿了两三天 否则数十人也不是她的对手 嗯 龙大 这番女我买了 啊 殿下 这番女可是凶得很 果真要买下她吗 本公子就喜欢这款 待见 丁 三天之内收服番女 宿主可获得生命奖励 此女野性男训 绝不会轻易屈服 恐怕得欲擒故纵 让她主动提出留下来 姑娘你自由了 收拾一下走人吧 嗯 你这人可真是有趣 花大价钱买了我 又让我走 你是西瓜被门夹坏了吗 小野猫 够刺激 你莫不是有什么阴谋 哼 老娘偏不走 哟 你这番女的打扮 留在府中多有不便 既然选择留下来 以后就得听我的 换上吧 你以后就是本王的贴身侍卫了 丁 恭喜宿主成功收服番女 寿命提升至五十日 额外赠送六位圣宝丸十盒 殿下 嗯 殿下 魏王派人过来传信 邀请您和太子 还有其他皇子一起去离山受礼 嗯 老李一共十四个儿子 除了以嘎的 现在成年的还有八个皇祖 历史上的李太可不是什么好鸟 以防万一还是得多做准备 殿下 魏王形势因很毒了 这一次受礼殿下可要防着点 有本姑娘在王妃就不必担心了 王爷的西瓜妥妥的 嗯 哼哼 哼哼哼 巴蒂 我们这是狩猎又不是打仗 你穿铠甲做什么 而且还穿了两层甲 大哥见笑啦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 巴蒂 你身子弱 一会跟紧大哥 大哥带你去装杯 好的好的 那就多谢大哥了 我大堂以公马起家 父皇常于万军从中厮杀 现如今虽天下大定 但我等也不可懈怠 那么的 这话暗场里应该是太子说 你太阅主带跑 分明是没把太子放在眼里呀 看来这两人很快就要撕破脸了 近日邀请诸位皇子狩猎 就是让天下人看看我皇室后裔的威风 既然大家都已准备妥当 那狩猎就此开始 殿下 你不去狩猎吗 好歹是个王爷 怎么如此胆小 你个小可爱竟然敢小瞧我 看来本王不露两手 你怕是不知道本王的厉害 老 老 殿下快走 破槽 这么多狼怎么走 看样子是吃定老子了 疼 巴蒂 你没事吧 媚得无碍 感谢大哥出手相助 这个季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野狼 此事有古怪 哼 巴蒂 你这个侍卫当真厉害 忠心护主武艺高强 不知可否割爱让你大哥 你怕是不知道小野猫的好处 真特么想屁痴呢 大哥说笑了 这是媚得的朋友 并不是普通的侍卫 等等 嗯 怎么了 千里香 难怪会有狼群围攻 此事不简单 先不要声张 D 揪出幕后黑手 完成任务可获得丰厚奖励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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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